单网口的小主机要怎么才能物尽其用 是不是一定要安装虚拟机系统呢 究竟是All-in-One还是All-in-Bone 最近金水正好收到了一个 极核家新出的XT12 Pro 这是一款搭载12代i9 14和20线程的 迷你小主机 它的颜值超高而且性能非常之强劲 谁说的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那么接下来金水就拿了这台小主机 教大家如何尽可能的榨干它的性能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秘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我们可以看到 极核这个产品的包装是蓝白色配色的 包装的内部除了机器的本体之外 还有一个19幅6.32安120把的电源 一根HDMI线 一个背挂的支架跟一个螺丝包 这款小主机的外观设计 是我见过所有的迷你主机之龙配色 最好看的没有之一 无论你是从配色还是结构 基本上都是长在我的审美那个点上 尺寸也非常之小巧 由于它的集中度非常高 它拿在手里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纯白色的顶盖嵌在金属的外壳之上 其他的地方则是用的金属的材料 机器的散热格栅是在两侧和背面 主要两侧的散热格栅是跟顶盖连接在一起的 它底部的散热格栅其实是装饰作用 真正有用的就是两侧进风而背后出风 正面的两个USB-A3.2的接口 一个RMAT接口一个电源键 背面的一个电源接口两个USB-4 两个HDMI 一个I25V的RJ45接口 一个USB-A的3.2和一个USB2.0 金属这次拿到的是32加1T的版本 它内部有双通道的DDR4 3200MHz的内存 这款主机拥有PCIe 4的通道 我们拿到的这款硬盘实测上传3200MHz 下载4066MHz 在Windows下整体的待机功耗是在14W BIOS我们调到性能的 单烤的FPU30分钟 CPU的频率刚开始在4.2GHz 然后慢慢的有所下降 它的核心温度最高可以稳定在86摄氏度左右 CPU的最高功耗可以稳定在45W的输出 在深圳时内28度的情况下 XT12 Pro在Windows下长期烤机 整个机身的温度可以最高控制在47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性能测试 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有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下 对于这台小主机来说 它整体的性能释放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于12代的i9来说 不论是家庭还是轻办公 性能我觉得都是足够用的 甚至有点过剩 其实我更在意它极致压缩体积下噪音的控制 那么在待机的情况下 风扇的噪音几乎是不容易被人家察觉的 就算贴近了听 那也基本听不到什么噪音 只有在烤机的时候 它的风扇的噪音会相对比较高 那么离人大概60公分 在这个距离也只是能轻微的听到些许的噪音 那么在这种极致的体积下 它的噪音控制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机盒X12 Pro使用了12代的i9 那对于日常办公来说 12900H的性能是严重过剩的 那么玩3A游戏相比13代 稍微有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那么整机只有一个网口 它又不太适合当软路由 除非你多加一个USB的网卡 那么这么好看的东西 说句实话 金水是非常不舍得把它放到肉带箱的 那我相信时至今日 所有人家里应该都有一个主路由 或者是一个WiFi的路由器 那么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在不添加USB网卡的同时 使用这台迷你主机跟你的主路由搭配合的新玩法 咱们做一条路由狗 不对 是搭建一个路由狗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小把大佬开发的iStockOS 那么路由狗其实是iStockOS全新的一个形态 也是一个独立的轻NAS皮肤 那么单网口的主机安装iStockOS 其实最主要的是选择版本才能更运行 StockOS的固件从23年10月份开始 它的烂口就会被定义为DHCP自适应 而不是静态IP 虽说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动识别插入的网络 是不是带DHCP 但是它仅限于两个口以上的设备 对于单网口并不是太友好 那么如果你刷入最新的系统之后 那你的电脑是无法进入它的后台的 那我们使用单网口设备的小伙伴 想要装StockOS 我们可以选用它23年10月份之前的版本 那安装完成之后再升级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到它的固件服务器 把它的固件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找到写盘工具 然后把它写到一个U盘里 我们插到小主机 然后在BIOS里面设置U盘启动 那么引导进入iStock之后 首先我们需要把设备先设置成旁路由模式 也就是我们的旁路网关模式 旁路由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非常好折腾的一种组网方案 在iStockOS下 在网络配置这里我们点击配置为旁路由 你可以选择自动或者是手动配置都是可以的 自动就相对方便一些 手动则需要主动的填一些相关的信息 最后点击确定就可以配置完成了 其实非常之简单 配置好之后需要走旁路网关的设备 只要指向旁路由的地址 那么就可以轻松的管理网络了 就算你是在折腾科学的时候 网络崩溃了 也不会影响其他设备的网络使用 此外你依旧可以使用软件中心安装各种的第三方插件 你可以实现绝大多数软路由的功能 而且无论你是怎么折腾都没有问题 都不会影响到你主路由的网络的稳定性 那么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旁路由的具体的设置跟玩法 那么也欢迎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那么如果留言的人多点赞多的话 咱们可以单独安排一波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安装路由狗 那么路由狗在StockOS的商店里面就可以找到 我们点击安装稍微等待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了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来到它的新界面 那么如果我们想返回Stock的界面 就点击右上角的这个符号就可以返回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跟传统的Stock的界面相比 它的UI设置更加符合NAS的使用逻辑 它中应用也相对比较流畅 其中默认的软件也有控制面板 文件管理应用商店和Docker等等界面 菜单和图标也非常明亮 更加适合入门的萌新使用 在启用了软件共享之后 你就可以像用NAS一样 轻松的实现局域网的文件共享 在启用EU云之后 配合手机上的APP 你就可以备份你的相册到你的NAS里 设置好迅雷和其他的下载工具之后 那你就可以远程下载一些电影 下载好接力份 进行简单的配置之后 你就可以在线浏览下载好的电影 而且最新的StockOS的版本 它是自带核显硬件的 在播放视频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英特尔的核显的功效 那么其他的一些NAS相关的功能 你只需要简单设置 就可以正确的使用了 除此之外 路由狗现在还有它自己的APP版本 虽然说是测试版 但是NAS该有的基本功能 它也都是有的 即使你身边没有电脑 使用手机段 也是可以正常操作家里的NAS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作为一个颜值这么高的迷你主机 不放在桌面上 实在太可惜了 像一个桌面上的主机 没有Windows系统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SDOS自带的VM虚拟机 那么配置一个Windows 这样你就可以像真正的小主机一样 用它来上上网 以及轻度的办公 真正可以做到物尽其用 炸干迷你小主机 那么这款机盒的XT12 Pro 是我见过性能和颜值 都非常在线的一台小主机 12代的i9处理器 不管是软件办公 或者是轻度网游 都是可以轻松的面对 银白色的机身放到桌面上一点都不突兀 而且非常好搭你的桌面环境 它可以完美的融入其中 虽然说网口只有一个 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旁度游 或者是轻纳斯使用的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搭载一个SDOS 妥妥式一个桌面型的媒体终端 我们在拿到机器的时候 它国内的定价现在还没出 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这台高颜值的 民意主机的详细的信息 也可以去集合大家的官网 详细了解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 或者这些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经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